1986年 我国开国上将数邀访美 却被美军司令嘲讽学历 红学智一句话对的美方哑口无言 朝鲜战争时期 由红学智建立的钢铁运输线 让前线物资扛过空袭和洪水 使得美军的完美计划全盘破灭 原本胜利在握的美军只得败下战篮 这之后 美国调查红学智 特意邀请其访美 却暗藏玄机想扳回一城 谁料红学智机制发言 让其再落下风 红将军到底说了什么 美国上将为何难以辩驳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粉丝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1986年 在中美建交之后 红学智去到了美国进行学习 那时候 美国的发展非常迅速 因此红学智前往美国 是抱着取长补短的心态 想要和他们进行经验交流 可美国未必是这样想的 美国当时站的高度过于高了 这样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尽管他们忌惮中国 或者是为了抗衡苏联拉拢中国 但是在根本上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 中国不仅是经济方面 连基础建设 科学发展 军事设备等方面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既赶不上美国 更谈不上超运 就算中国崛起发展 必定也是走西方道路 否则就是失败的 这一点 从当时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身上 就能完整地体现出来 尼克松还是总统副手的时候 美国就是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 尼克松与蒋介石也算得上是好兄弟 在那段时间里 尼克松凭借着支持国民党 反对共产党的观念 拉拢了一大批的支持者 成功逆袭 走上了美国总统的位置 尼克松靠着这样的观念 当上总统后 蒋介石却溃败了 这时候美国对华的政策不得不改变 但是美国的自傲 让其根本不能公平正视中国 不管是美国访华还是中国访美 被刁难的事件不在少数 这样的风气不仅体现在官场上 连带着媒体都瞧不起中国 周总理就被曾在公开场合 被美国记者当众羞辱 当时 面对主动前来握手的记者 周总理给予了礼貌性的回应 不承想 美国记者却嫌弃了起来 周总理对于这样的情况 自然也不甘示弱 不仅同样用手帕擦手 还直接将手帕送进了垃圾桶 这样的反应迎来了一致好评 同时从这个事件中也能看出 美国在对待中国官员 或者国家领导人的态度 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洪学志前往了美国进行学习 果不其然 在他访美之旅的最后一站 尴尬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当着众多媒体的面 莱昂斯上校直接开口询问洪学志 你是什么学历 要知道洪学志并没有读过几年书 而美国的这些官员 全都是名校毕业 受过专业系统培训的 不管洪学志怎么回答 都有可能下不来台成为校饼 洪学志却迅速接话 说自己是美国空军毕业的 随后他解释 在朝鲜战争中 美国空军教诲了他很多 美军直接哑口无言 递进朝鲜战场 美国有着空军优势 却三年都没能打赢中国 妥妥的美军黑历史 1986年 洪学志受邀访美 美军上将却出言挑衅 洪将军一句话对的美军面色铁青 中美在朝鲜战场交手三年 美军军事力量站在世界前沿 尤其是空军力量 谁料却被掌管后勤的洪学志 折磨得不敢回响 洪学志究竟在战场上做了什么 能让美军将他恨得牙痒痒 当年援助朝鲜的时候 原本参加的名单中是没有洪学志的 但是我军上到战场后发现 后勤保障工作根本跟不上 别说基础的粮食和棉衣 连弹药都无法及时补充 志愿军本以为朝鲜可以和国内一样 随时就地补充 可美军的攻击太过猛烈 群众居住的地方早就成为了废墟 别说战士们的粮食 连群众自己都难有一口吃食 车站 桥梁等交通要道被轰炸得更为严重 就算有粮食弹药想要补给 也无法及时送到战士们的手上 于是赶紧从国内喊来了洪学志 让他临危受命管理后勤工作 没成想 洪学志到朝鲜的第二个月 特打洪灾又来了 对于志愿军来说 这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美军趁机发动了绞杀战 想要彻底切断志愿军的补给供应 这不仅仅是炸毁基础设施那么简单 只要飞机能看到的人 一个都不放过 立刻击毙 在美军的绞杀战下 志愿军就算规模在庞大 也无法饿着肚子作战 用后勤战士的话来说 那都是凭着信念在战斗 经过一番摸索 洪学志逐步摸清了美军的作战套路 当阴雨天和其他不利于飞行的天气时 美军是不会出动的 这就让志愿军有机会 可以抢修被炸毁的公路 同时修建寒洞 水道 便桥 水下桥等 方便后续运输 也能迷惑美军 等美军发现 白天难见到志愿军身影时 也察觉到了不对 除了白天的轰炸 晚上他们也进行了夜间巡逻 谁料洪学志设置了密集的防空上 只要信号一响 运输车队的灯光 就会在第一时间关闭 美军就算飞机再多 也难以在黑暗的环境中 探查到运输车队 防空哨的设立 给物资运输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但要和实物的及时补给 让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实力展现了出来 等美军反应过来时 志愿军已经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而这一切都是洪学志的领导友方 面对空军的轮番轰炸 以及断掉的补给道路 洪将军硬是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及时将物资运送到了前线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确实最痛苦的存在 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就明确地表示 以前美国参与的战争 都是胜利以后才停战 只有朝鲜战争没赢就停战 让他开了美国的历史先河 而被美军恨得牙痒痒的 除了前线的指挥将领 还有就是主管后勤的洪学志了 在美军的宣传下 没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军官 对于洪学志的印象也非常深刻 在洪学志访美的时候 出演嘲讽其学历的莱昂斯 就是对洪学志极度痛恨的一员 1986年 中国六星上将洪学志访问美国 谁料美军突然质问其学历 洪将军一句话对了回去 自大的美国 尽管在短时间内谦虚了一下 但在长期来看 还是没能改掉其张狂本性 这一点从洪学志对完美军上将后 两人还能和谐交谈就能看出 对于美国的双面人作风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美国上将在洪学志访美学习时 直指洪将军学历也是有缘由的 要知道 在当时的美国凭借着战争与掠夺 让其国内的群众生活状态都还不错 而能够进入美军部队 甚至是身居高位的 无不是名牌大学出身的 对比起来 当时新中国的诸多将军 都是乱世出的人才 别说读书了 能吃饱饭活下来都很困难 而美国之前与蒋介石交好 自然知道共产党的处境 也因此 莱昂斯一开口就直戳洪将军痛点 结果人没伤到 却揭开了自己的黑历史 也算自作自受了 但别看当时两人画风相对 后续的相关报道来看 两人的会面与交流还是非常和谐的 莱昂斯管理海军 虽然出口讽刺洪将军 却也不得不承认 其在后勤管理上的才能 因此背对后 莱昂斯还是与洪将军握手言和 甚至是深入交流后 两人成为了朋友 莱昂斯还邀请洪将军 参加了他的家宴 事实上 在国家外交上 针锋相对 转变成和平相处的场面 并不少见 只不过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 却一直都是波折不断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美军和中共有过密切往来 可是随着他们的撤离 双方之间的联系 也中断了三十多年 而且这段时间 美国明显是更加偏向于 蒋介石政府的 直到新中国一步步强大起来 美国才意识到 是他们轻敌了 两国还没建交之前 尼克松就访华了 这被认为是 两国关系破冰的重要之旅 是建交的曙光 经过漫长的波折 七年之后 两国才建立了外交关系 就在外界以为 两国要开始合作干大事时 美国在建交后的 第一个辈子来了 在明确知道 两岸的紧张关系后 美国居然为台湾地区 出台相关法律 这就意味着 他们把和台湾地区的关系 放在明面上 完全不顾当建交的中国 此后 这样的事件愈发的多 不仅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还取消对中国的优惠待遇 甚至在1993年 干预中国深奥 不管两国换了多少任领导者 摩擦始终多不胜数 而中美关系 是美国每个总统候选人 永远无法避免的话题 还有不少人 通过拉踩中国来获得选票 直到现在 美国国内还是认为 他们同中国在各个方面 都属于竞争关系 从美国的各种手段方式来看 这并不是中国 一贯坚持的良性竞争 美国竞争的目的 是将中国拉下马 可我们都知道 以美国和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 良性合作的力量 可以是非常强大的 偏偏美国无法认清这一事实 又当又利 还打着和平的旗号 不断干涉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的内政 以前对于美国的作风 毛主席就说过 美国想要怎样就怎样 他要打那就奉陪到底 而如今的局面 美国再一次挑起事端 面对已然强大的中国而言 和平固然重要 但美国想要搞事 也是不被容许的 也讨厌 也讨厌